这是中国囚犯执行死刑前 破天荒流出的真实场景 枪决前 女囚犯被狱警带到一处空旷的场地 接着命令女人低头下跪 女囚只能跟着一一照做 而另一边 警车上的女法警接过子弹 验完枪装入子弹 面无表情地扣动了扳机 执行完任务后 法警红艳烧掉了手上的白手套 在原地静静地站了许久 仿佛这样就可以带走身上的血腥味 每天接触痛苦绝望的死刑犯 让红艳的心也逐渐变得麻木而冰冷 而且她丧偶了十年 陪伴她的只有一个个失去生命的死刑犯 最后她在听到死刑判决时甚至会打喝钱 红艳极度渴求着 在孤寂的生活里寻得一丝温暖 她常常坐火车到另一个城市参加相亲活动 作为一名身上 背负多条人命的枪决执行者 她内心始终无法走出灰暗的阴霾 只敢跑到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城市 似乎只有这样 她才能解脱心中的束缚 放心大胆的语言交往 又一次的相亲中 她和陌生的男男女女聚集在礼堂里 婚姻介绍所举办的舞会即将开始 男人和女人分隔两边 沉默地让人看不出是相亲现场 随着第一对舞伴开始携手起舞 严肃的气氛开始渐渐松动 刚才还分听抗礼的男女们 纷纷走向心仪的对象 舞池里的氛围柔和流动起来 只有穿着一身制服的红艳 而她冰冷的外表和一身制服下退了众人 许久只有一个中年男人到她身边 他们间没有搭讪也没有寒暄 只是安静地抽着烟 彼此都没有主动 返程的车上 一个的男人上前搭讪 她就是在相亲会在红艳旁边的男人 红艳一开始兴致并不高 只是冷淡的回应 没想到她突然变出个小玩具送给红艳 这一下引起了红艳的注意 当罚警这么多年 很少有人敢接近她甚至逗她玩 下车时又邀请吴红艳去家中做作 行为上的妥贴 稍微弥补了外貌上的不足 让吴红艳心生好感 便没有拒绝对方的提议 到家以后 男人使出浑身解数卖力表演 把红艳逗得开怀大笑 她很久没有这样敞开心扉了 可男人见气氛正好 对方冲上来一把抱住她 迫不及待地就要和她发生关系 被红艳强烈反抗后 甚至把她按在窗边也要对她下手 红艳愤怒地甩了她一巴掌 慌忙逃离 第二天 红艳又一次地重复罚警工作 这一次 被判刑的是一个叫张玲玲的女人 在一次买卖身体的交易当中 因被虐待在反击中过失杀死了对方 她被判处了死刑 在听到判决的瞬间就晕倒了 只能靠红艳紧紧抱着才支撑下来 在签署判决书时 她任凭警察怎么催促都不愿落笔 只是嚎啕大哭 红艳拿出一张纸笔 让张玲玲写下一言 之后转交给她的家属 这是她作为法警 最后能做的最有温度的事情了 可她没想到 自己的善意之后 却引来了人生的转折 在了结了张玲玲后 红艳将骨灰和判决书 送给了张玲玲的家人 没想到张玲玲的遗言竟然是 把孩子过寄给自己的哥哥 这彻底击溃了她的丈夫李军 她知道是因为自己无能 才让妻子走上了出卖身体的道路 可孩子也要被夺走 她感到自己的人生已然是轰然倒塌 一无所有 而她把这一切 红艳也到了法院门口 在暗中观察她的一举一动 眼里翻滚着浓浓的恨意 而红艳对此一无所知 这天下班后 她像往常一样想开门回家 却被隔壁大婶拦住了 告诉她旁边搬来了个五小姐 经常带各种男人回来 深夜都传来伤风败俗的声音 让她去管一管 可红艳懒得理这种闲事 拒绝后回到了房间 一进房没多久 她就听到隔壁传来男女欢好的声音 红艳情不自禁地靠近隔壁 让她的血液也沸腾起来 声音越来越激烈 红艳狠狠地垂了吹墙壁 警告对方注意影响 但声音没有停下来 红艳无法按捺自己的把耳朵靠在墙上 窥探了一场完整的情势 结束后 红艳对着镜子轻轻抚摸着自己的面颊 她知道自己心中有一团没有熄灭的火 无处安放 于是原本好久没有参加联谊会的红艳 再次坐上了外出的火车 这次她来到婚介所 在众多男性的资料中仔细挑选 老板见她一时半会没找到合适的 便撮合她跟一位年将年长的经理试一试 红艳也没有拒绝 第一次约会 男人就直接带她去看了新买的房子 看似是个会过日子的踏实人 对关系的态度也很正重 让红艳体会到和之前不同的背在意感 主动地提出了帮男人拿东西 看房后 她故意在男人的车里装作睡着 想考验对方的反应 见男人始终耐心地在车外等待 更加增加了对她的好感 分别之后 她红艳一个人在街头闲逛 找到一个好男人的事让她脚步轻盈 期待着美好的未来 可转角来到一家饭馆前 却看到男人正和一个女人聊得火热 她顿时心就冷了 回到了男人的车旁静静等待她 男人出来看到她后大吃一惊 没想到红艳却一场冷静 红艳叹了口气 做警察多年的红艳看出了男人是昏陀 男人见事情败露 也大方承认了 红艳听霸掏出二百块钱 直接购买男人的陪伴服务 哪怕是假的也无妨一事 清冷的街道上 红艳手挽着男人的胳膊 头靠着男人的肩膀 踏实而又满足 即便说这只是花钱买来的温柔假象 可她也想暂时沉溺其中 片刻以后 她松开男人一个人继续地朝前走去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自嘲的苦笑 眼里闪动着七楚的泪光 买来的温暖始终不是她所想要的 可她在哪儿才能得到一丝温情呢 这天她回家时 隔壁五小姐邀请她去舞厅跳舞 告诉她女人就是要放开自己 做真正的女人 这样才更有吸引力也更快乐 从来不苟言笑的红艳没有拒绝 到了舞厅 目不转睛地注视女人跳艳琴的舞蹈 她想看看怎么样才算真正的女人 她压抑了太久了 越压抑越寂寞 寂寞已经几乎要将她吞没了 晚上回家后 红艳对着镜子扭动起僵硬的身体 身体的密码仿佛瞬间被扭开 越跳越妩媚动情 女法警的身体里仿佛也有了舞小姐的灵魂 她依然在寻找爱 渴求着爱 一天她走过天桥时 遇到了一个站在阴影里的男人 突然说出 张灵灵是你送走的 待红艳回头时 她一转身离去 红艳只当她是个奇怪的陌生男人 没有在意地离开了 谁想到这是观察了她许久的李军 李军已经下定决定 要首任红艳 为死去的妻子报仇 当红艳下一次参加相亲会时 她第一次正式地认识了李军 那时她再次一个人被留了下来 而李军也形单影只 她一直沉默地一言不发 却不断地用铁棍击打机器发出声响 这奇特的举动引起了红艳的注意 她猜想这或许的男人给她的一种信号 而在红艳离开后 李军一直跟踪在她的身后 做警察的红艳很快发现了 她只惊慌了一瞬间 更多在待着对方的主动靠近 于是和男人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距离 展开了一场沉默又激烈的追逐 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地下通道 见四下无人 李军本想行凶 然而对面忽然出现的人群 却打断了她的计划 走到转角时发现红艳竟然在等着自己 旅店里未曾染血的刀子被丢下 两颗孤独寂寞的心走到了一起 他们来到破旧的小旅馆 用欲望击退压抑 凭肉身劈开枷锁 红艳终于挣脱了内心多年的枷锁 体会到久违的幸福感 看着李军深深地落寞的神情 她反而更加想接近男人 于是她跟随李军到了她的住所 那里简陋而阴冷 简直像一个牢房 可红艳却说 李军听着内心五味杂陈 她依然怀着杀意 但那久违的温暖她也感受得到 这是妻子去世后 自己就不再拥有的东西 这是一个公由喊李军去修东西 留下了红艳一个人在房里 她百无聊赖的左看右翻 想挖掘这个男人更多的秘密 没想到竟然找出了 和张玲玲在一起的全家福 和一张法院的回职单 原来李军是张玲玲的丈夫 红艳无比的震惊 随即是本能的恐惧 她远远地看着忙碌的李军 无数个念头在脑海中闪过 她想走但又不甘心 如果这一切只是巧合呢 等李军回来后 和她说一会 带她去附近的水库看看 她准备好了小船 红艳依然选择相信她 跟她回到了屋子 可一进屋李军就受性大法 把红艳五花大绑 还强行侵犯了她 她的内心矛盾极了 既想继续实行复仇计划 又控制不住对红艳的渴望 冷静之后 红艳问她 你和她感情不错吧 不惜我不能代替她 李军沉默片刻 告诉红艳她买了些吃的放在包里 一会后就出发去水库 然后跑到岸边 趴在船上放肆痛哭 而在屋里等待的红艳打开了背包 发现里面竟然是匕首和斧头 她心存的幻想彻底破灭 明白了这男人想要杀死自己 她惊慌地逃跑了 在路上遇到了一匹 驮着重物的白马 受尽拷打也无法再往前一步 红艳感到自己和白马不也一样吗 她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枯燥的工作中 还是被欲望和寂寞包围的单身生活中 她贪坐在路边绝望的大哭 之后竟然又回到了李军的屋子里 在准备出发前 李军没有戴上背包 可红艳却提醒她记得拿上 她看出男人心软了 可她忽然感到生死已经不再重要 在没有爱的世界里活着 和死亡也没什么差别 两人一起来到了水库边 准备踏船而行 上来吧 红艳静静地凝视李军 踏上了未知的旅途